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尽管全球半导体业面临下行周期以及不确定性加大的复杂形势,但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表示,半导体今年出货量渴望创新高,将有助缓解全球晶片短缺情况。 但今年下半年,半导体销售成长,大幅放缓,预期要到2023年下半年才渴望复苏。 SIA月前发出年度产业报告,提及了半导体产业当前面临的挑战,以及持续增长和创新的机会。 SIA指出,半导体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持续升高,产业界持续努力不懈,加快创新步伐,提高产量。 这将有助于解决晶片短缺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半导体产业将持续面临重大挑战。 SIA指出,其他重大的政策挑战仍然存在,包括需要制定政策以保持美国在半导体设计方面的领导地位, 改革美国的高技术移民和STEM教育体系,促进自由贸易和进入全球市场。 此外,由于美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晶片的管制,这将持续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彻底重组。 看到如此国际大势的情形下,台积电早已未雨抽谋。 台积电在美国虽然已经有一座晶圆厂,即华盛顿州KEMAS的晶圆5-11厂, 不过这里仅是8英寸晶圆,也就是工艺为28奈米甚至更成熟制程。 不能满足现在的高效能运算HPC时代需求。 台积电早在2020年就赤资了120亿美元,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了一座先进的12英寸的5奈米晶圆厂。 作为台积电晶圆5-21厂,此前是一片荒地, 现在则是建起了一栋栋现代化厂房。 台积电亚利桑那厂于12月举行, 首部机器搬入开幕典礼, 美国总统、商务部长等官员, 以及台积电生态伙伴、供应商、学术界等嘉宾都到场参加。 台积电指出,随着机器设备到场, 一位厂房已部分完工, 接下来为迁入第一批用于半导体制造的尖端设备做好准备, 证实了亚利桑那州5奈米厂建设进度如预期, 于2024年开始量产,月产能两半片。 对此,台积电头号客户苹果公司的执行长库克, 日前在德国一次内部会议上也表态, 公司乐意未来, 从台积电美国甚至欧洲工厂等采购晶片。 彭博社报道称,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晶片制造霸主, 已把这个产业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了亚洲, 后者已占有全球九成以上先进制成晶片的产能。 美国之外,欧洲也是苹果分散晶片供应链风险的选择地, 根据报道, 库克在最近的访问中暗示, 欧洲大陆将是另一个晶片来源。 在欧洲,台积电也正与德国政府洽谈, 可能在德国设厂。 分析认为, 苹果从2018年起开始对全球的供应链进行重构, 但这一计划受大流行影响而放缓。 在这期间, 苹果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更加彰显。 不过,随着中国日益严重的全国各地随意封城, 苹果正在重拾分散供应链的想法。 除了晶片外, 据彭博社近期披露的消息, 台湾电子代工企业合硕, 已开始在印度组装苹果最新款手机iPhone14, 成为富士康之外第二家在一生产iPhone14的苹果供应商。 据路透社报道, 目前至少有三家苹果的全球供应商 在印度组装iPhone, 除了富士康之外, 还有合硕与伪创。 知情印度政府官员表示, 富士康计划在两年内将印度iPhone工厂的员工人数增加5.3万名, 从而将印度南部工厂的员工人数增加到7万人。 根据美媒的报道, 2017年苹果大型供货商名单上, 只有18家位于印度与越南, 去年增加至37家。 之前, 苹果只会在印度生产旧款iPhone, 今年9月则开始生产最新的iPhone14。 据传苹果很快就会开始在越南生产MacBook笔电。 苹果再度释放出寻求分散供应链的打算, 还在晶片采购上减少对亚洲的依赖。 据Extreme Tech在11月中旬报道, 为解决美国晶片产品, 约60%进口自其他国家的困境, 苹果公司将与全球最大晶片代工企业台积电合作, 让后者在美国本土为其生产晶片。 晶片业回流美国, 背后是政府在所强力推手。 今年8月底, 美国总统签署行政法令通过晶片法案。 5天后, 亚利桑那州州长就飞到台湾进行招商。 而且, 美国当地立刻启动了支持措施, 包括投入2亿美元, 为台积电提供水资源基础建设。 这笔钱甚至比高雄市给台积电的再生水工厂投资还要高。 台湾工商时报11月下旬报道, 在曼谷出席APEC相关会议的,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表示, 他根据资讯清楚地知道, 去美国生产的成本比在台湾高, 至少高50%, 但这并不排斥把一部分产能移到美国去, 相当小一部分产能移过去。 这是在美国最先进的产能, 对美国非常重要。 虽然成本比较高, 但并不排斥把一部分美国最需要的, 把比其他公司先进的产能移到美国。 目前, 苹果作为台积电最大的客户, 分散全球供应链的行动, 进入全面落实阶段。 彭博社称, 台积电亚利桑纳州工厂, 5奈米技术在工厂开建时是最先进制程, 但现在最新技术已被3奈米技术替代, 未来晶片技术会更进一步发展。 11月中旬, 台积电官方确认, 二期工程也开始动工, 规模或是又一个120亿美元。 不仅如此, 亚利桑纳州工厂也要扩产, 除了原来的2万片5奈米晶圆产能外, 要再增加2万片3奈米产能, 目前正开始安排人力规划。 为了加速这个进程, 台积电为了这座美国新工厂, 已将300名员工送上飞往美国的包机, 手搬赴美包机, 还带了孩子和宠物。 而这仅仅是台积电签美的先发部队, 未来几个月还将有6架包机, 将总计超过千名的工程师与其家人陆续送至美国。 据台湾商业周刊报道, 台积电送往美国的工程师, 不仅是该公司美国亚利桑纳州晶圆厂的主力部队, 更是美国振兴半导体产业的关键人才。 当地甚至给台积电的员工盖了台积村, 旁边还有一所配套的高中。 台积电工厂已然成为美国凤凰城的新地标, 而台积电的这一落户也为当地带来了重大利好。 美国凤凰城经济发展促进会GPEC预估, 磁场区将在十年内创造近4300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, 这等同为该地区再增两成的半导体工作数量。 与此同时,当地的房价也水涨船高, 根据调查,凤凰城地区的房价中位数已从2020年的29万美元涨到今年10月的近45万美元, 也让当地房地产经纪人赚得很满波满。 据了解,仅台积电的一期工程就能给凤凰城带来超过382亿美元的投资回报, 相当于当地16%的GDP。 不仅仅是台积电, 德国化学材料巨头默克集团也将在凤凰城大举投资, 其中一个诱因就是补贴。 英特尔也在凤凰城南部新建了两座新工厂。 随着美国政府的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报告出炉, 到晶片方案的通过, 现在则是真金白银砸向半导体补贴。 美国通过的晶片法案, 10年内将在半导体研发、制造、税收补助达到767亿美元。 其中527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制造、研发和劳动力发展, 240亿美元是税收补助。 这也因而带动了, 美国其他州的晶片产业活络起来, 包括俄亥俄州、德州、乃至纽约州。 随后,业内人士也爆料称, 台积电甚至还计划在美国东岸的弗吉尼亚州建设第三座晶圆厂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